然後裡面的肉 完全我剛才沒沾醬 超juicy的 然後它有淡淡的調味過 肉超級嫩 欸 這種超... 吃起來反正是比較沒有像 很叉雞那種負擔的感覺 很好吃嗎 好好juicy 喔...喔... 虎豐自己開雜雞店耶 這個我之前第一次聽到耶 是它有...網路上有一個是那個 24隻雜雞腿的那個拼盤 哇... 它現在有一個轉牌 你要小心一下喔 哇 有轉牌 好有儀式感喔 哇... 你知道什麼叫什麼 炸雞財富自有 就是這樣子吃飯 二... 他們家老闆說他們的炸雞皮是 非常的有名的 然後一餅那麼大片是正常的嘛 它的是看起來是屬於那種 薄皮的 它不是那種上面還有裹很多 那種過多的脆皮 他看... 哎呦... 哎呦... 人家啊 等隻踏進去拔出來就死在那骨頭 要是可以 這一頓我負 熱死了 哈囉 大家好 德哥 今天來到了台中 來拍一個我們好久沒拍的系列 雜雞系列 然後這一次我看它的雜雞是 有那種類似大胃王套餐的 好像是什麼 很多啦 24隻雜雞腿的 在地滿有名的 台中有一個叫做六星雜雞 好像是連鎖店 我們就來吃吃看吧 走囉 這一間的話 是料六星雜雞 我剛才後來看Google才知道 它是 普風 大家都知道普風賣那個叫什麼 賣那個叫什麼 啊啊啊 賣那個叫什麼 食品 對啊對啊 普風吃那個雞胸肉 然後就是賣很多雞肉的 普風自己 開雜雞店 這個我之前第一次聽到 所以普風自己賣雞 然後他自己賣雜雞的 店 然後我們剛剛有看 就是他有網路上有一個是那個 24隻雜雞腿的那個拼盤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來點 因為有在蔡明澤那邊 就可以來吃吃看 那我自己也額外點那個 腿快來 我還是要介紹給大家說 他的雞到底好不好 方便 等一下我們來點點看 他這邊還有一個很特別是 他有三種醬料 兩種醬一種粉 你叫什麼 欸這個什麼 功夫十三香 不知道好不好吃 等一下來吃吃看 這樣什麼 我要一份這個 雞腿爽吃吃餐 24隻 24隻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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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來就報這個電話 好 買整個鑽品 全家餐都可以打90 喔好 好 23號 內容的話我就幫你送進去 OK好 謝謝你 好 走吧 我們進去吧 好 休閃器好熱好熱 奧客啦 你看啊大家看一下奧客 你是想要跟他要LINE吧 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說要關冷氣 然後你說弄愛通知你 那怪怪的 你剛才還有看那個 不是那個什麼丹嗎 對啊 他怎麼 他還有賣這種玉子燒耶 玉子燒蛋 然後還有這種椒麻雞丁 可以直接帶回去 等一下可以直接來買一些 維持燈 哇 哇有轉盤 好有儀式感喔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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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你知道什麼叫什麼 炸雞財富自有 就是這樣子吃飯 24隻炸雞 欸他看起來是這一種 很香啊 哎呦 燒喔 他真的是看起來是屬於那種 薄皮的 他不是那種上面還有裹很多那種過多的脆皮 他看起來是那種薄皮的 他還可以轉的 然後這邊的話有醬 這個是泰式椒麻醬 胡椒粉 然後這個是首爾的韓式辣醬 然後這個是他們最著名的叫十三香的功夫粉 這個是招牌 然後我們額外有點了這幾個 那這個是我額外點就是要點他的炸雞給大家看 這是腿排 然後這個是 雞卵骨 雞皮 他雞皮看起來很好吃對不對 所以感覺你是不是想要賣啤酒 嗯 不錯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三角骨 各位觀眾 五隻雞腿 人家不要玩食物啊 好 來 等一下喔 在這邊你鏡頭進來 快來快來快來 幹你的鼻吧 你不要掉喔 不要掉喔 五隻雞 四隻雞 四隻雞 很燙啊 靠北 這個就是炸雞自由的一個象徵 這個脆皮 我們來撕開看看好不好 好 來吃囉 收音 吃到汁嗎 它是屬於外層這個炸雞皮是很像是外面那種鹹酥劑那種炸雞皮 它是沒有加那種脆皮 因為你脆皮你會吃到那種像那種燕麥花生那個玉米粉的感覺 它單純就是雞的皮的焦香味 然後裡面的肉完全我剛才沒沾醬超juicy的 然後它有淡淡的調味過 肉超級嫩 欸這種超...吃起來反正是比較沒有像肯叉雞那種負擔的感覺 沾這個叫什麼 欸十三香 你來直接吃啊你直接吃吃吃 你要整隻 附進去 整隻拔進去拔出來就只剩下骨頭 要是可以 這一頓我附 這個很好吃喔 它是有點...它有點甜甜鹹鹹的然後很像是雞汁的粉 很香耶 它這種可以拿來沾...這個可以很像... 雞汁粉 很像可以拿來沾那個叫什麼...科學麵 超好吃的 好吃喔 肉還滿多汁的 嗯...它的炸粉非常好吃 薄皮的 薄皮的 然後你吃到的都是雞皮的香味 沒有過多的油耗味 我這間炸雞很強 這間炸雞超強 這間炸雞超強 真的吃啊 這超juicy的 哇 你的腿是不是也在滴 對啊 它的腿也在滴 對啊 好多汁啊 好 哎唷 哎唷 你看 人客啊 嗯... 好juicy喔 哎...它... 那個韓式辣醬好好吃喔 它有一點... 跟外面有點不一樣式 外面是那種馬上就很辣 它是溫溫和和的甜甜的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吃起來 有點類似中藥香的味道在裡面 那個是什麼...辣辣椒麻啊 泰式辣馬 泰式辣馬雞 超juicy的 快得到嗎 這個...我覺得這個粉很好吃 全部這樣吃起來 我最愛這個粉 這粉真的超好吃的 好吃嗎 好吃超多 沒有看到嗎 趁這個空檔 我先介紹這個好不好 這個... 這個是炸雞卵骨 然後感覺弄得像是... 鹽酥雞的感覺 那我沾一下這個胡椒粉 它雞卵骨外面還有一層肉 然後那個肉有帶著... 油脂 雞的油脂 所以很像是... 我覺得吃起來很像是鹹豬雞 配雞卵骨 合在一起 它不是單純只有骨頭 然後這個雞皮 哇... 他們家老闆說他們的雞皮 是非常的有名的 然後雞皮那麼大片是正常的嘛 可以死囉 很像那個... 頂瓜瓜的瓜瓜包 你有沒有吃過 瓜瓜包的外面那一層 它就是這種雜細皮的味道 很香 然後... 沒有過多的油脂 因為它很薄很脆 很讚 可是它有給我們手套是不是 對啊 沒關係啦 都已經雜雞自由了 不需要那個... 不需要那個... 然後這個是... 六角骨 三角骨 不是六角骨 一次吃那麼多 好幸福... 幸福來得太快 旁邊骨頭的肉還是很多 然後... 有沒有... 你看它這三角骨頭的肉還是很多 然後它有混的這個雜皮 好吃 好香耶 好香耶 天使 口爆啦 白白的 嗯... 裡面那個是椰漿 椰奶 椰奶 椰漿椰漿 那這個是什麼 那是你愛的 蚵仔 湯雞 脂薯還是蚵仔 脂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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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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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 可以適合很多人一起吃耶 你看我們剛剛吃了那麼多 它還很多 兩隻手 脂薯 脂薯 對啊 它雞真的很好吃耶 它裡面的雞肉 基本上它調味已經很夠了 所以你不太吃到 你如果喜歡吃很重口味 你可以選剛剛我們說的那個辣醬 那如果你想要吃 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十三香的這個粉很讚 你看 它皮不會太厚 它是屬於薄皮的嫩雞 可是它薄皮以外它又很酥耶 這是做到很強的地方 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雞排好好吃耶 這邊的話我很推的第一個就是它的炸 腿排跟炸雞類都很好吃 再來第二個我推的就是它的炸雞皮 它這隻雞皮真的很好吃 而且很大片 吃起來很爽 好啦 我們已經吃了超多 平均每個人吃了三到五隻了吧 滿滿的雞骨頭啊 但是還有好多耶 等一下可以打包回去 這就不要浪費 然後小點我們也可以把它打包回去 唉唷 吃太飽了 我們吃了那麼多煎炸雞來講 我覺得它可以算在排在前三名 絕對有可以了 因為它外面有過多的油脂 它的油是很香 它不是像有一些炸雞炸完以後 它會有一種很濃烈的油耗味 它的油是很清香的 然後它本身沒有炸皮沒有弄到 炸皮沒有弄到非常的厚 基本上就是保留雞的圓塊 然後外面應該是裹粉而已 也沒有薑也沒有什麼脆片之類的 那裡面的雞肉不用講 因為他們自己家裡就來做雞肉的 所以那個雞的那個鮮嫩度 真的是有差啦 如果你是外面那種 就是冷凍雞什麼的 吃起來它那個雞的那個纖維 你自己會吃得出來 那我剛才對它的非常經驗 是它的小點 小點就是 雞皮 雞皮每一塊都這麼大 它的雞皮跟它的雞卵骨 我覺得這兩個超好吃的 那剛剛有一個叫什麼雞圈圈 你喔 雞肉圈 我剛以為是花枝圈 但它裡面咬起來很像是 圈狀的麥克雞塊的感覺 好吃 那這一間的話 如果我是炸雞店的話 評比五顆星 差不多四點六顆吧 我覺得可以到四點六顆 然後它很強的是它這個 十三...這叫什麼 十三香的調味粉 這個超讚的 它的有一點點甜的雞汁味 跟中藥香可以讓你吃雜雞更解膩 我覺得這個是它做出很大的一個區隔的部分 超好吃的 怎麼了 我剛剛咬了 對那我剛剛咬了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就把它打包起來 那這一間雜雞 如果台中在地的人還沒有吃過的 趕快來吃吃看 外地的人想要吃吃看我們這個 普風的雜雞店 欸真的不輸欸 不輸 不輸某個 被炸雞耽誤的披薩店 對 我沒講誰 我沒講誰 對對對 好吃 掰掰 吃到這邊掛電蒙山 好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